OK,我是星巴,这是我们快文快的第N7视频 你所知的新能源品牌成长史,可以分享一下吗? 那我就说一个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品牌吧,吉利 我一定都不喜欢吉利,下次再来过 我来分享一点我自己喜欢的品牌吧 比如说,武林 喜欢武林是因为武林是便宜 我觉得很符合我对的价值观,非常的棒 那我想一下我对武林的了解吧 其实我对武林的了解最早就是灭包车,特别特别多 我们这边送外卖的,送快递的,都是武林 我觉得武林做得挺好的 然后年年,我以前作为汽车爱好者嘛,现在看榜单 MPV榜单永远是武林第一名 然后到武林开始做新能源车 做武林红光迷你,做一两百 他做一一百一两百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在关注武林了 做一两百的时候,我还记得OYP当时做了视频 我觉得这个车变得像变形银钢 然后浩尾两座的电动车,其实使用环境会极大受限 我觉得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它是不合适的 而且价格比较贵 我觉得这个车就这样吧 然后就除了宏光迷你,我觉得哇靠,这车一定很会爆港 我立马就买了 我是宁波第二个提车的,那我认为这是一个跨时代的产品 对于中国电动汽车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里程碑的产品 包括后面又出了一三百,我觉得一三百 一三百出完以后我就说这个车会滑铁路 因为我觉得定价太贵了,果然滑铁路 当然现在换了个名字变成KIVI了 其实键量也一般般 总体上来说,武林的油车我也都拍了 我觉得武林品牌,我还是看着它一路过来的 从武林亨光迷你以后 我非常关注他们的新产品 整个企业的腔调我是比较喜欢的 比较国民,他们的国民车,国民这两个字我很喜欢 我希望武林可以保持下去,不要忘了初心 我觉得小整幺蛾子,大家还是务实为主 你已经吸了很多粉了 吸引了很多务实主义消费者 我觉得好好做是能够拥有自己的领地的